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癌症最怕的一种食物 很多人都没有吃够 不大豆可以抗癌 但癌神物被发现 怎么买这么多豆制品 懂什么 网上说了 多吃豆制品能够抗癌 你这个臭老头哪里来的谣言 妈,消消气 爸说的话虽然不怎么准确 但确实有研究表明 吃豆制品能够降低癌症风险 以营养素研究 吃豆制品能够降低癌症的风险 2024年的3月 宁波大学宁波市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 在国际期刊 营养素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大豆制品 消费与癌症风险的观察性的研究 该研究显示 大量的摄入豆腐、豆浆类的豆制品 可以显著的降低了癌症的风险 豆腐、豆浆总豆制品量 分别能将癌症的风险降低22%、25%、31% 研究团队 基于4万多个病例 以及80多万的参与者 蕙翠分析了52项的豆制品消费的研究 对摄入豆制品与癌症风险之间的关联度 以及豆制品所发挥作用的剂量反应关系 进行了分析发现 豆制品数量增加的越多 癌症的风险降低越多 每天增加54克的豆制品 癌症风险可降低11% 每天增加100克的豆制品 癌症的风险可降低23% 每天增加150克的豆制品 癌症的风险可以降低35% 每天多吃61克的豆腐 癌症的风险可以降低12% 每天多喝23克的豆浆 癌症的风险可以降低28% 另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附属人际医院的浦外科主任 上海市肿瘤研究所所长 刘颖斌教授团队在知名的学术期刊 《科学公告》发表的一篇的研究揭示 长期的摄入豆制品 可以降低胆囊癌发病的风险 因为吃多了豆制品 血浆中的大豆义黄酮小分子浓度较高 这个抑制胆囊癌细胞增殖 要提醒大家的是 吃豆制品可以降低患癌风险 不代表单靠它就能够妨碍抗癌 均衡的饮食避免高危因素才是妨碍的关键 不过长期豆制品确实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二 长期豆制品好处不倾之来 大豆是植物中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食物之一 含量高达22%至37% 而且必须的氨基酸的组成与动物蛋白相似 因此也被称为是植物界的肉类 日本的癌症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 用占总热量摄入3%的植物蛋白去替代红柳中的动物蛋白 可以降低1%的死亡风险 同时大豆中含有钙、铭、钾、B族、维生素等的营养物质 是素食者和三高人群补充营养的理想选择 2023年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在营养学上发表的一篇研究还发现 与低摄入量相比 每天大豆摄入量最高的参与者的患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关心病、中风的风险 分别降低了17%,13%,21%和12% 每天摄入26.7克的豆腐 可以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18% 每天摄入11克的纳豆 可以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17% 尤其是中风 2023年的心脏病学的一项涉及6万多人的研究显示 每天摄入大于等于125克豆制品的人 与每天摄入小于125克的人相比 高血药的发生风险降低了27% 豆腐等豆制品除了含有丰富的钙质外 还含有大豆翼黄桶 可以降低骨破坏 增加骨形成和骨密度 而且大豆翼黄桶具有微弱的双向调节人体吃激素的作用 对更年期女性的预防骨质疏松有一定的益处 绝经前后的中年女性每天补充大豆翼黄桶 大约等于90克 约1600毫升的豆浆 持续一年以上 可以显著的改善腰椎宽骨和骨骨筋的骨密度 三 科学吃豆有讲究 牢记这五点 不管吃什么有好处都种在一个适量 吃豆制品当然也是 如果豆制品吃多了 可能会加重肾脏负担 引发消化不良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3的建议 成年人每天应摄入15至25克大豆或相当量的大豆制品 换算下来大约是50克的豆腐干 125克的内置豆腐 150克的南豆腐 30克的油豆腐 50克的豆腐吃 100克的背豆腐 400克的豆浆 但据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消息 目前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居民未达到了推荐的摄入量 应适当的增加 那么不同年龄的人推荐每周摄入多少大豆 根据膳食指南推荐 一岁以内在腐蚀中饮入豆类 两到三岁的儿童 每周吃35至105克的大豆 四到13岁的儿童 每周吃105克的大豆 14岁以上的青少年已成人 每周吃105克1至175克大豆 15岁以上的老人每周吃105克大豆 除此之外 对于吃豆 还有一些要提醒的 一 这类人限制吃 干豆类含飘铃较多 痛风患者要限制食用 豆腐 豆浆 豆芽 等豆制品 可以适量的食用 肾炎 肾功能衰竭或者是肾脏透析者 需要低蛋白的膳食 尽量的少吃高蛋白的食物 不过 如果可以满足低蛋白的前提 也能适当的吃点豆制品 严重消化性 溃疡病人 不宜使用黄豆 蚕豆等 为加工的豆类 因为这些干豆中的 漂灵含量高 有促进胃液分泌的作用 而且整粒豆中的 萨石纤维会对胃粘膜 造成机械性的损伤 2.某些发酵豆制品要少吃 在上述豆制品与癌症关系的研究中 不是所有的豆制品 都能够降低癌症的风险 研究显示 发酵类大豆产品 与癌症风险之间并没有关联 而中国人常吃的豆腐乳 臭豆腐 豆酱 酱油 豆豉 因为本身高油高盐 吃多辣 反而对身体健康有害 黄豆 黑豆 青豆 各种大豆类 豆腐 豆腐脑 豆腐皮 千张 豆腐湿 各种的豆制品 最好交患者来吃 既吃不腻 又能够兼得他们的营养 此外 将大豆制成豆芽食用 也是不错的选择 豆芽除了含有原有的营养物之外 还含有较多的维生素C 同时口感也不错 总之 吃豆好处多多 今天没吃的话 记得在晚饭里加一把豆纸哦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希望本期的视频内容能给您带来帮助 最后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